第五千三百三十四集 那是一缕淡淡的黑色雾气 沿着空气飘来 一般人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 压根发现不了 但夜晨道心通明感知敏锐 在黑雾飘来的瞬间他就发现了 从那黑雾之中 他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那是白天那头无脸怪物的气息 那无脸怪物非常的聪明和激情 直到正面决战打不过夜晨 竟是想要偷袭 夜晨心中暗笑 表面上不懂声色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模样 继续盘膝调膝着 很快那黑雾侵袭而来 飘到了夜晨的面前 猛然扭曲炸裂 发出可怕的咆哮 跳出一个身段鲜弱 长发无脸的怪物 惨白的双手指甲锋锐如刀 狠狠地戳向夜晨的心脏 夜晨哼了一声 并没有任何动作 身下却骤然 抱起了一道道震纹 他白天布置的陷阱 当场就被触发了 只见一股黑暗的钢铁之光 带着冷峻的威严 还有古老人徒的杀气 尸魂尸骨的凶狠 猛烈射向那无脸怪物的身躯 钢铁之光炸裂 覆盖在那无脸怪物的身上 铁王座的能量瞬间爆发 那无脸怪物 发出一声惨叫 猝不及防之下 顿时遭到铁王座 气息地入侵 身体一寸寸地铁化 想偷袭我 你还不够资格 叶尘冷笑一声 手掌抓住了那无脸怪物的黑发 那怪物身体遭到铁化 完全无法动态 只能任由叶尘拿捏 喉咙里发出悲鸣震孔的声音 如垂死的野兽 叶尘只要掌力意图 就可以将这头怪物脑袋捏爆 彻底杀死 你到底是谁 告诉我 你的身份 叶尘直视着这个无脸怪物 非常诡异的 他嗅到这怪物身上 传来一阵少女的幽香 那少女般梦幻轻腻的香气 与这个怪物的恐怖模样 非常的不相称 如果是道心稍弱的人 恐怕会被直接折磨得 疯掉过去 叶尘心之枷锁早已斩去 心境稳如磐石 没有丝毫的波动 他只想知道这个怪物的身份 如果不是自己心里猜测的那个人 他立即就要动杀手 怪物乌夜无声 恐惧之下 没有五官的空白脸庞 竟然流出了眼泪般的血水 十分的诡异 你如果不说 我便以最残酷的手段将你折磨至死 叶尘的声音愈发冷酷 催动视魂珠的能量 侵蚀那怪物的精神 在视魂珠的侵蚀下 那怪物灵魂几乎撕裂 发出尖锐的惨叫和嚎哭 喉咙里又发出一阵隐晦难鸣的阴结 那些阴结汇聚起来 好像是一句话 姐姐 救救我 叶尘心境依然如磐石般冷峻 就准备加大折磨的力度 叶尘快放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叶尘抬头一看 却见黑夜虚空之中 一道曼妙俏丽的身影降临下来 那是一个穿着梨花长裙的女子 明眸动人 肌肤白皙 腰间佩戴着威武天剑 竟然是身土宛儿 叶尘看到身土宛儿降临 呆了一待 只以为自己在做梦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宛儿 是你 叶尘正正地看着身土宛儿 是我 身土宛儿声音轻柔 目光带着无尽的眷恋 还有许多复杂难明的情绪 凝望着叶尘 一步步地走过来 叶尘仔细地打量着身土宛儿 发现他的气息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透出一种神魔般伟大的光辉 叶尘知道 他肯定得到了未来身的祝福 所以修为突飞猛进 这人是道德天尊的妻子 月魂仙子 你不要伤害他 身土宛儿指了指叶尘手里的怪物道 他是月魂仙子 叶尘愣住了 内心有点震动 其实他早有猜测 这个无脸怪物身份很可能不简单 但现在听到身土宛儿说明真相 叶尘还是无比震惊 如此猙獰诡异的怪物 竟就是第二妖姬的娘亲 道德天尊的妻子 月魂仙子 身土宛儿叹息一声道 唉 很久以前 月魂仙子是火种的守护者 当初死神教团入侵 也是他誓死抗衡 最后与豹君 天域魂帝 玉石巨粉 双双陨落 他的文魂飘荡的死禁区 却不幸遭到黑暗气息的侵蚀 堕落深渊 异化成了一头怪物 我这次受第二妖姬的邀请 秘密前来死禁区 就是为了超渡他 叶尘听完身土宛儿的话 沉默下来 看来陈南说得没错 月魂仙子果然堕入黑暗 变成怪物了 身土宛儿也的确就在死禁区 目的就是超渡月魂仙子 破除他体内的黑暗气息 神土宛儿接着道 只可惜 月魂仙子体内的黑暗 实在太过浓烈 他虽然保存有一丝灵质 在极力配合我 但可惜还是难以驱散 我们打算借用 赤魂仙草的灵气 驱散黑暗 这几天 我正琢磨着具体的法子 却突然发现 月魂仙子不见了 顿了顿 神土宛儿看向瀑布之下 那空空如也的景象 苦笑一下道 原来他是发现 赤魂仙草被夺走 所以赶了过来 想要夺回 只是想不到 夺走赤魂仙草的人 居然就是你 叶辰听完这话 大感意外 又是愧疚道 抱歉 我不知道 他连忙松开了月魂仙子 解除掉所有铁化与试魂的侵蚀 月魂仙子乌夜悲鸣 瘫软在地 叶辰心里更是愧疚了 他哪里想到 那赤焰仙草 竟然是月魂仙子 摆脱黑暗 恢复正常的希望所在 深度晚而道 不过你的轮回之血 应该可以替他解除黑暗 他曾经陨落只剩下亡魂 但万古以来 不断吸收火种的灵气 又恢复了肉身 若是我们能破除 他体内的黑暗 或许能让他 恢复曾经的模样 叶辰道 可以 我便耗费我的轮回之血 为他驱散黑暗便是 就是不知能不能成功 叶辰看着月魂仙子 心里也是无限的愧疚 直想补偿 只是月魂仙子身上的 黑暗魔器太过浓烈 叶辰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帮他恢复原状 深度晚而道 轮回血之微 甚至在九神真血之上 你如果肯出手 那月魂仙子就有救了 我布置了一个仪式阵法 利用那阵法 可以让你的轮回之血 效果发挥到极致 你跟我来 深度晚而浮起了月魂仙子 准备带夜晨离开这里 月魂仙子喉咙之中 依然发出 乌乌如湖明般的乌液 浮在深度晚而的胸脯里 显得委屈至极 他外形是个无脸怪物的可怕外形 但此刻透露出的神态 却像个受尽委屈的少女 与那可怕的外形甚不相衬 夜晨被挤一阵毛骨悚然 大概也猜到了第二妖姬 为什么会邀请深度晚而了 深度晚而的未来身 是巫妖老祖 魔神主宰 所有堕落黑暗的怪物 其实都属于魔神一脉 在那些黑暗怪物的眼中 深度晚而就是至圣的光辉 伟大的主宰 至尊无上的王者 圣母 一切恩典和荣耀的汇聚 是他们的首领 所以堕落黑暗的月魂仙子 也是无比依赖深度晚而 非常亲近 我先跟我朋友说一声 夜晨向深度晚而说了一句 而后尝试沟通范兴颜 但范兴颜疗伤 重要关头 已经完全进入忘我的状态 一副入定的模样 并没有回应夜晨 夜晨只好留下一道意志 化作符罩印在山洞里面 说明因果 等范兴颜醒了 他可以沿着夜晨的意志 重新与夜晨会合 交代好一切 夜晨跟着深度晚而 离开了此地 深度晚而搂住月魂仙子 带着夜晨隐匿气息 一路低调前行 很快来到了死禁区 深处一个祭坛之中 这个祭坛明显是最近搭建的 痕迹还非常新 祭坛呈现黑暗的颜色 上面绘画着一个个 诡秘的符文 边上摆放着一颗颗的 骷髅头 还有许多妖兽的尸骨 各种怪物材料 令人眼花缭乱 这个祭坛是我亲手布置的 花了不少的材料与心血 其实在太上宫头战 还没开始前 我就已经来了 只可惜我始终 没能让月魂仙子复苏 深途晚而轻抚着月魂仙子 那乱糟糟的头发 并没有因为月魂仙子的 诡异外形 而有丝毫的嫌弃和厌恶 眼神里反而有种 圣母般的光辉 包容一切 夜晨知道 如今的深途晚而 肯定得到了未来深的祝福 也接受了自己的未来 是魔神主宰的身份 所以即便面对再丑陋 再诡异 再可怕的怪物 他眼里也是圣母般的光 因为那都是他的沉迷 夜晨的心情复杂难言 摇摇头 他也没有想太多 总之心复苏月魂仙子在说 毕竟月魂仙子是第二妖姬的娘亲 曾经火种的守护者 道德天尊的妻子 身份非同小可 他如今堕入黑暗 如果有机会的话 自然是要将其挽救回来才好 我来试试吧 夜晨看着深途晚而 又看了一眼月魂仙子道 深途晚而点点头 轻轻地拉起月魂仙子的手 说道 我的信徒 记住你的真名 你真名叫月魂仙子 你是火神天尊的妹妹 你并非黑暗怪物 你要铭记 estar阳向下请的 我计划 我看到就把猫子按下来 我计划 这相应 Bronco 就算是一件数据的 我计划